欢迎各位亦友全面进场 5月3日礼拜二的第四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所说 就说有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宣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要动蓝症的手术 对乌克兰战争的控制权将会暂时交给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前局长 帕特鲁社夫 第二单消息 根据英国《太阳时报》的报道所说 就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好 在摩尔多瓦开辟新的战场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亦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每日邮报》的报道是怎样说的 根据报道引述的消息指出 说普京将要动蓝症手术 而在手术期间 由于普京没有办法指挥俄乌战争 故此大权将会交给作风相当强硬的联邦安全局前局长 帕特鲁社夫继续指挥对乌克兰的作战 根据俄罗斯的宣法规定 当总统没有办法处理国务的时候 应该要将权力转交给总理 但现任总理米什乌斯丁 只不过是一位低调的技术官僚 他跟军方或是特勤局都没有特别人物关系 现年70岁的帕特鲁社夫 个性相当阴沉 被外界视为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关键设计师 同时他也得到普京的信任 报道又引述消息指出 说普京早在一年半之前 福布已经有癌症 而且还得到了柏金信证 之前有报道指出 说在前苏联对抗纳粹德军的胜利日 即是5月9日 普京将会在莫斯科红墙举办大型庆祝活动 在5月9日之前 普京都不愿意动手术 故此不断延后了手术时间 消息还说 普京原定在4月下旬要开刀 但就被普京要求延迟了 目前普京已经获得建议 说一定要做手术 不能再拖下去了 但确切日期还在商议和讨论 如果这篇报道所说的内容是属实的话 普京应该是命不久矣的了 如果他动手术期间失败的时候 更加会一命污夫 到底普京为什么要一再延期呢 除了要拖到5月9日在红墙进行大型庆祝活动之外 到底他是否相信医疗团队对他作出的建议呢 他是否相信医疗团队 就不会在他动手术期间弄死他呢 作为一个多疑的独裁者 其实他到底是相信哪一个人呢 还是任何人他都不相信呢 但当然普京一定会察觉到 他自身出现了一些毛病的 只不过要动手术的时候 又要麻醉又要开刀 他信不信得过那些人呢 报道就说 他会暂时将大权交给柏特·鲁赛夫来掌管 只不过到底这人会不会趁普京病就拿他命呢 会不会等他进了手术室以后 他就立刻谋反谋朝篡位呢 作为一个独裁者 他肯定会有很多这些遐想的 因为他作为一个独裁者 他也弄死不少人 所以他一定是要处处提防的 就怕被人弄回头 尤其是俄罗斯的寡头 就已经死了很多 原来最近三个月就死了六件 到底有些什么人出事呢 第一个就是55岁的普罗托森雅 在四月中旬 他就带着老婆和女儿 去到西班牙布拉雅海岸的豪宅度假 后来就失联 他在法国的长子费多 在19号报警 西班牙警方去到豪宅的庭院 就发现上吊兴生的普罗托森雅 他老婆和女儿就在屋里面刮了 身上是有多处刀伤的 警方随后判定 普罗托森雅是使用斧头 堆垂了沉睡中的老婆和女儿 然后他自尽 不过相关的调查结果 就被他的长子费多搏斥 他就说不相信他老婆是兇手 实际这些案件一定是疑点重重的 到底现场找到的证物是否 是真是他所使用过的呢 还是有人安排的呢 很难说了 原来普罗托森雅的遗体上 是一点血迹都没有的 但犯罪现场就满布血迹 究竟是否只是插账嫁祸 反正三件事是拉柴了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的前副总裁 亚雅耶夫 在4月19日 他和老婆以及女儿 在价值200万英镑的莫斯科豪宅里 集体呱柴 据说他疑似使用手枪 打死了老婆和女儿 然后打死了自己 有没有那么疯了呢 第三件就是商人梅尔尼科夫 在今年三月 他两夫妻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 在夏洛夫哥罗德的家里 被刺死了 当地的调查人员就说 梅尔尼科夫是用刀刺刮的老婆 十岁和四岁的儿子之后 就在家里刺刮自己 梅尔尼科夫其实是经营一家医疗器材公司 长期为俄罗斯进口医疗设备 不过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 这家企业就因为西方制裁 便是贫林倒闭了 为什么会陷家产呢 真是奇怪 是否因为进口不了先进的医疗设备 给普京呢 第四个就是地产大亨 欧特福德 他就是66岁的 出生于乌克兰 拥有俄罗斯的国籍 他曾经从事练油业而发达 搬到英国以后 又经营房地产 他的富豪位置本来就是稳如泰山 2月28日 即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四日 有袁丁就发现 欧特福德在家里的车库是拉柴 剩下爱沙尼亚裔的老婆 和三个小孩 英国警方指出 他们认为欧特福德 可能被列入了暗杀名单当中 但详细死因仍有待调查 为什么他老婆和三个小孩得以幸免呢 相信他不在俄罗斯境内有关 否则可能含包散 第五个 就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 副总经理 秋拉科夫 他现年61岁 在今年2月底 他的情人发现 他被吊死在聖彼得堡的家里 消息说 秋拉科夫在拉柴之前 曾经被虐打 不过由于现场遗留了一封遗书 当地警方推论 秋拉科夫自杀身亡 最后一个 就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高层舒利曼 在三个星期之前 他被发现倒闭在浴室的地板中 身上有多处刀箱 现场又是留有一封遗书 俄罗斯当局拒绝披露遗书的内容 只是说他是自尽 到底六个人 以及他的家人 是否遭到暗杀呢? 当然很多人都在猜测 有没有死得这么浇灌? 无厘逃 当然有些分析认为 普京想乘机清洗俄罗斯核心圈子 我认为也有可能的 分分钟这六个人被人看到 他是包藏祸心 可能暗中对普京产生了不满的情绪 尤其是之前很多外媒 往往收到很多 克里姆林宫内内部的消息 到底是谁传出来的? 是不是这六个人 随便有哪个被发现得到 私通一些外媒呢? 甚至是主动地对外国放了? 可能是也不定 当然也有可能是普京 纯粹看他不顺眼 因为这些威权国家 就会出现这些荒诞的情形 连富豪都可以离奇死亡 甚至是含包散 试问普京还怎样信得人过才行? 这六件事和普京有没有关系呢? 普京会不会担心他会有同一个遭遇呢? 当他进了这个手术室以后 所以我估计普京其中一个不肯动手术的原因 就是他对任何人都没有信任基础 接着我们又看看另一件消息 今天的英国《太平时报》就报道 根据乌克兰军方消息人士指出 俄罗斯是企图入侵摩尔多瓦的 摩尔多瓦就是位于乌克兰的西部 实际是与俄罗斯没有边界的接壤的 为什么俄罗斯要入侵摩尔多瓦呢? 就是要来对抗乌克兰 因为一旦成功入侵摩尔多瓦以后 乌克兰南部地区就会变成左右被俄军包抄了 因为西面就是摩尔多瓦 东面就是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一旦摩尔多瓦淪陷的话 对于乌克兰来说也很严重 报道提到 如果俄军成功佔领摩尔多瓦 就可以从乌克兰西部地区 进攻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 位于乌东地区的乌克兰军队 将会处于被两面夹击的状态 俄罗斯很有可能 会在5月9日胜利日 发动入侵摩尔多瓦 普京到其时 有机会先承认分离地区 涅斯特河沿岸的独立 重演是顿巴斯地区的情况 因为俄罗斯当初说 要发动所谓特别军事行动的时候 也先承认了两个位于乌东地区的 所谓共和国的独立 现在可能在摩尔多瓦做一次 这个所谓涅斯特河沿岸的所谓共和国 是主要俄罗斯人 是讲俄语为主的 人口有47万 夹在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边境 来自乌克兰军方的消息人士就声称 说他们相信俄军已经作出了决定 要入侵摩尔多瓦 而摩尔多瓦的命运就相当重要 一旦淪陷的话 乌克兰在军事上 便会成为非常容易受夹击的目标 不过这项消息 并不符合西方的情报评估 因为西方认为俄罗斯 根本没有足够能力 来开辟新的战线 其实俄军要入侵摩尔多瓦 是相当困难的 如果要用陆军 所谓钢铁洪流出坦克的话 应该不可能 因为中间隔着整个乌克兰 连乌克兰也打不赢的时候 试问俄军那些坦克车 怎能驶过去摩尔多瓦进攻呢 所以保级线也会太长 就算驶到过去也是 这就不会成功了 从陆路出发 海路又怎样呢? 当然那只旗舰莫斯科号 已经沉没了 没有说不行 用海军 但是摩尔多瓦 是一个内陆国家 就算用海军 去到沿岸那处登陆 还是乌克兰的西部地区 不能直接发动入侵 就算用海军陆战队 空军又怎样呢? 硬飞过去摩尔多瓦都没有 不行 但是上空又要经过 部署在奥萨德的防空系统 分钟未飞到的时候 都已经被人炸到散了 就算派这个空降师 又怎样呢? 能不能顺利地降落呢? 更何况到其时 乌克兰可能会前去帮拖 其实玩空降这一招 在乌克兰也试过很多次 但是没有一次是成功的 摩尔多瓦全国军队 只有3250人 如果直接跟俄罗斯接让 就应该输了 但幸好中间隔着乌克兰 到底是否会在5月9日入侵摩尔多瓦呢? 我自己的判断就认为 机会比较低一些 因为他再开辟新战线 如果都打不赢的时候 就是非常严衰的了 现在起码来说 在乌克兰他还有一些土地占领了 他还可以宣称有一个胜利 已经解放了乌东地区 他还可以自圆其说 如果他进入侵摩尔多瓦 又输了的时候 就认他怎么终 都很难终得回头 好了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